哈囉 大家好 我是蕾欣 花蕾的蕾 溫馨的欣 我不知道你們對 賤男的定義是什麼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 我覺得就可能講話很賤啊 然後 他很喜歡 就是人很神奇 那種對我來說就是很賤男 那我從小到大 就是身邊全部都是賤男 因為我個性比較 比較就是男生一點 然後我都會跟男生玩在一起 所以男生就把我就像當成哥們 然後他們對我說話都很 就是很刺我很酸我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身邊到處都是賤男 也不是說吸引 因為我覺得有些女生他就是 比較嬌弱一些啊 然後在男生眼中 他們就真的是一個女孩子 但我不是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我就是講話也很 很喜歡散別人 然後我反應有時候比較快 很喜歡 就是跟人家唱反調什麼 所以不知不覺 男生就會把我當成劍拔 然後就會互相就是罵一罵去啊 就變成就好朋友啊 我覺得就是要有誠懇 然後做事情就腳踏實地 然後重點就是不要滑石 我應該不是屬於那種浪漫的人 我覺得就是只要讓我覺得 他對我像對他自己一樣好 或是更好 這樣就好了 我不用浪漫 我應該會選像劉青雲那一種吧 因為感覺比較可靠 然後跟他在一起就很有安全感 樣貌 他OK啊他長得不好嗎 他還蠻帥的 為什麼要問我樣貌 這樣子OK啦 當然像金城龍也不錯 我來新加坡已經半年多了 沒有特別喜歡去什麼地方 但是我喜歡就是找一間咖啡店 然後可能點一杯咖啡 然後吃點點心 然後看書這樣 那我比較喜歡做的事情 我遍布在新加坡各地的咖啡店 歡迎大家搜尋 不會啊 因為我就是個性極端 要嘛就是不說話 然後如果一打開畫夾子 我也是可以跟著說 我最喜歡吃的是Roti Prada 我最喜歡吃的是Roti Prada 但是它好像算是印度煎餅 所以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新加坡的美食 然後因為我非常喜歡吃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 我大概之前拍戲的時候 我就會吃 公司裡面餐廳的Roti Prada 然後我如果到外面 我會找很好吃的Roti Prada 我大概連續就吃了兩三個禮拜 我就是每天吃我喜歡的東西 我就熱愛它 我就一定每天都要吃它 就吃到旁邊的人就說 欸我每天吃這個 這很胖欸 真的假的 後來我回去發現 我牛仔褲已經口不起來了 所以我現在任何人找我吃 我都會拒絕 絕對不吃 我知道很多人都去過台灣 然後一定會吃什麼Rot Zen Rot Miso 但是我要介紹這東西 一定是你們從來沒吃過的 也沒聽過的 一個叫做金月娘子的東西 它在中和 而且台灣只有一間店 它像是月餅 就是圓圓的 然後裡面有包綠豆沙跟蛋黃 而且它蛋黃不是整顆 它是整個是弄鬆的 所以它的綠豆沙跟蛋黃 好像整個就合為一體 一咬下去入口即化 非常好吃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月餅 我從來不吃月餅 但我特別喜歡吃的月餅 但我特別喜歡吃的月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